大家好,欢迎收听《网红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想跟大家讲讲关于欧盟的问题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红编辑部》、《整箱宝》和《曬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在早两天,当欧盟召开他们的年度会议的时候 欧盟外长博雷利就这样说 欧盟的繁荣基础是建基于俄罗斯廉价的能源 和庞大的中国市场 如果天然气是可以负担、可靠稳定的话 最好不过但事实证明,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了 我认为博雷利所说的说话很实际 和反映得出欧盟过去的日子是怎样过的 不过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领导下 欧盟议会通过了很多的决定 都是很离谱的 而欧盟大部分的议员都不会像欧盟外长博雷利那样 说出一些现实的问题 就是过往一向都非常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和庞大的中国市场 然后博雷利也继续这样说 中国巨大的市场,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技术转让、投资以及廉价的商品 我认为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在对抗通胀上 比世界所有中央银行所加起来的作用都更加要大 意思就是博雷利除了对中国市场作出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之外 亦都说出欧洲人一向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央行怎样对抗工通胀呢?就是透过加息 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不同国家的央行 陆陆陆续续加息 但是通胀有没有停止呢? 不知是否因为欧洲人一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对亚洲痴之以鼻 现在看到亚洲尤其是中国发展了起上来 弱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能他们亦都感到很惊讶 但是美国就不停地从欧洲拿着数 就说中国人抢了很多欧洲人的饭碗 这种说法就明显是错误的 而欧盟外长博雷利在这一点上看来看得非常清楚 接着博雷利也总结地说 因此我们繁荣的本身就是建立在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 但是今天欧盟很多的做法正正正在走着相反的路线 欧盟通过很多轮的俄罗斯制裁 不单止切断了 例自俄罗斯的年价能源供应 并且准备在战略上和美国 形成一个价值观联盟 然后再借此围堵中国 实际上是围堵中国的过程中 首先被围堵的反而是自己 所以现在欧洲已经去到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刻 究竟会被美国继续绑架 还是摆脱美国的控制呢 在寻求和俄罗斯和平共处 和中国和平共处的一个新的方式呢 不,雷利说这番话我个人认为 都是说得非常之清楚的了 最后他都总结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很清楚的是 我们现在没办法不去找一些新的方法 来到去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能源 欧洲应该尽可能从欧洲内部寻找解决的途径 最好就能够找到可以自己生产的能源出来 同时我也都认为 欧洲各国在经济结构上 需要来一个重组 说到这里 他认为要从欧洲内部寻找 首先能源方面 欧洲外指欧盟的国家 欧盟的国家有哪一个是能源大国呢? 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呢? 目前据我们所知的就是 现在欧盟很多国家都大量依赖 就是来自挪威的能源供应 天然气供应 而挪威呢? 它虽然是欧洲国家的一部分 但是挪威就很特殊的 它人口不多 但是福元寥宽 有大量的天然气 并且也都出口到欧洲不同国家的 但是这个国家就不属于欧盟的 只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挪威在天然气出口这方面 在今年来说可以说是发大财 因为很多国家都向挪威买 而欧盟外长薄雷利 他这样说要从自身去找 这个就是问题了 有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欧盟国家 是能够大量生产天然气或者石油呢? 这个是很大的疑问来的 好了 你找不到的话呢 你又可不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呢? 要找呢 一眼都已经看完了 好了 就算我当你不是去找天然气 这些石化能源的话呢 你可以搞再生能源 例如太阳能 风能等等 问题又是 太阳能、风能 可不可以完全依赖 欧洲内部自己来搞呢? 我们知道的 单是太阳能来说 太阳能那个生产市场 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 如果要发展太阳能的话 你必须要 依赖中国的 好了 就算你不依赖中国 也好 那你就要付出 更加大的代价 欧洲各国在面对 通胀问题下 你又能不能够可以 拿出更多的资源 来到去从自身里面 发展这个太阳能 而不依赖 中国的生产呢? 我认为呢 都是可以的 不过 代价就非常之大了 所以我认为 欧盟外长 薄雷利的总结呢 我觉得 都不是那么合理的 没错 从自身里面 找出问题 和解决办法 这个方向没错 目前我们这个世界 发展到今时今日呢 已经不能够 单独地完全 不需要 依赖其他国家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地球村的时代 如果 各国能够互相合作呢 那我们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反之就是 各国都画出一条街 不理大家 我认为这是没可能 有效地发展下去的 没错 欧洲呢 其实是可以从自身 甚至乎 完全依赖自身去解决 目前所面对的问题 但是如果 是这样的话呢 那个成效 就肯定低很多了 还有 在欧盟 目前所面对 这一系列的危机底下 如果不和其他国家合作 根本 就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 欧盟也都可以继续 和美国合作的 但是美国 看来就好像 找着 欧洲国家笨 较早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 也都在 一次的公开场合里面 抱怨 他说 美国 供应给 欧洲的能源 那个价格 是 贵 俄罗斯 四倍有特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 将这些问题都说到出口了 那么究竟 欧盟 还在盘算着什么呢 第一 今年以来 欧盟议会 就不断推出 制裁俄罗斯的能源方案 而背后 美国的支持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 欧盟 议会就找到一个 很核心的理由就是 必须要 摆脱 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发展 生能源 和缓解 气候问题的 目标就是 要欧洲 能够获得 能源上的独立 不过这个所谓 能源上的独立 其实就是 从依赖 俄罗斯 转变 以赖成 美国的 第二就是 欧洲目前 迫于 能源危机 也都要重新 大量使用煤炭 来到 代替天然气 并且 也都大量进口 液化天然气 实际上 欧洲的 环境污染问题 气候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之余 同时 目前也都大力去 发展 他们的新能源 发展新能源 我认为是大问题 不过 你都要顾及一下 自身的经济发展 对吧 加上 在面对围堵中国 这个大战略情况 欧洲 也都不选择 会依赖 中国的 太阳能 产生产品的供应 如果想达到一速而走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第三 欧洲 目前这个 来着的冬天 又熬不熬到呢 缺乏天然气 缺乏煤炭 现在 连液化天然气 都被美国 炒得很贵 欧洲 又能不能够 自己生产液化天然气呢 事实上是不容易的 现在 再放在面前对欧洲人来说 就是要找出足够的能源 来过今年的冬天 今年的欧洲人 不单只需要面对能源危机 再加上 目前欧洲各国的央行 也都开始大幅加息 来到去控制通货膨胀 欧洲除了要面临 能源危机之外 也都要面临 货币的流动性危机 经济危机 等等 综合的爆发 这个才是欧洲最困难的时刻 所以 欧盟外长 博雷利 特别看到 中国的重要性 在这一点 他的看法是清晰的 而最后 我就认为 欧洲各国 自身的制造业 也都不是很发达 再加上面对能源危机 制造业 恐怕也都遭受到 更大的打击 还有 欧洲的市场 相对来说 就不是那么大的 因为全欧洲 只得三亿多的人口 相比起中国的市场 就更加有吸引力了 然后再由中国的市场 去吸收更多的欧洲产品 这样 反而就更加有效去 解决欧洲所面对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但是 现在欧盟各国 都跟着美国的拍子 来到去跟中国 加入这个对抗的行列 跟着美国一起 炒作台海的问题 部分的议员 也都盛着这个机会 去为自己 谋选票 跟着一起去炒作 这样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对欧洲的经济 又不会 对欧洲的经济 又会不会有帮助呢 简单来说 目前欧洲所面对的问题 也都越来越严重 还有 较早前 传出的消息就是 瑞士顺碳银行 和德意志行 有可能 会崩溃 如果这两家银行 真的出事的话 基本上 是一个经济核弹 可以画得上 彻底摧毁 欧洲人的信心 是能源危机 经济危机 和金融危机 三样东西 踏监形成的一个 连锁效应 讲到这里 我自己就对欧洲的未来 就没什么信心了 现在 欧洲已经去到一个 和华为差不多的 生存模式 我始终认为 欧洲是应该要 集中的力量 去思考一下 明天怎样过 怎样捱过这个冬天 怎样维持社会稳定 而不是去思考一些 不着边际的 解决办法 好了 关于 欧洲的问题呢 我相信 我这里都有不少傲友 都是来自欧洲的 不知大家认不认同我的看法呢 不妨 在我这节下留言 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好 今节就讲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 分享其他的话题